16这裏就叫做corresponding type 这个corresponding type我们预设了四个type给你 你可以把type的名字自己改过它 但你不能加的,加的时候 其实你用的时候可以自己再改它的名字 所以其实名字是无限的,不过我预设只不过四个 好了,我现在给大家看看 可以是memorandum,可以是reminder等等 这裏这个userdefined document 这个名字是不许可的,我们是给大家看的 我现在做示范给大家看,先离开这个画面 去customer里面的correspondence 这个correspondence你可以看到 好了,我就做了一个叫做promotion 如果你开一个新的 譬如说你用Joke order的 譬如说这个客户的c1 安排工作 安排工作 好了,如果你出一个这样的correspondence 你直接就这样做就可以了 好了,如果你说你公司想不用这些名字 用另一个名字,譬如开另外一个名字 那你就可以选userdefined document userdefined document 这个就是new.name 这个就由你自己搞的 customer 你也可以选择现成customer 或者你不展示任何customer 那你直接选择 那你直接选择 client subject 就是subject 哦 这样就可以了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 类似一个叫做template 就是这样 那它的好处呢 如果你弄了一个template 不 specify哪个的时候 如果你将来要开一个 document 给某一个人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我开一个 document 是给某一个人 譬如说C2 那我不需要什么 我就直接copy copy 刚才那张 document 过来 它就已经将那些内容 弄了过来 它就录下它的人名 subject 那些东西 已经搞定了 这个就是我们 提高productivity的精神 你做一次以后 就将做过的东西copy 过来 放到新的客户 vendor 或者是 job的安排 都已经copy过来 你就可以传出去 我们 preview一下 这个job order 是client2 的 好了 这个示范 就说到这里 这么多